HELLO 大家好,歡迎來到Kubito必吃叔叔的頻道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比較不一樣 是我跟我朋友的聊天內容 嗯...不是設設的 我們最主要是在聊這個區塊點的趨勢 就是說未來到底是會走熊市還是牛市 因為我自己本身真的是持倉蠻大量的資金 都是在區塊點裡面 所以我跟他聊天的過程 對我自己未來的投資策略也是有很不一樣的想法 所以想要分享給大家 那首先第一個呢 是這個...我們提到LUNA 因為LUNA是我持倉量真的是蠻大的一個幣 但是我這位朋友他是不看好LUNA在接下來的發展 可是我個人是很看好 這個...中長期整個... 這麼講...就是如果時間拉到三五年以上的話 基本上我是很看好的啦 如果不出什麼意外的話 對...但是...目前來講的話呢 他現在是覺得說...這個...他的... 雖然他價格是有在一直往上漲 可是其實他的這個交易量是一直在往下走的 那這個對話來說可能也是一個簡訊啦 喔...對了...我接下來分享的這些東西呢 都...不是任何的投資建議啊 就是...你一定要自己做好研究再去投資 那...我和我朋友所講的都只是個人來經驗的分享 絕對不是任何投資建議喔 OK...因為...我覺得我們要看熊牛 我們現在還是要看這個...BTC或以太幣啦 就是說...畢竟這兩個幣的市值加在一起 佔整個區塊鏈大概70%左右啊 所以...嗯... 還是要看他臉色嘛 OK...那最近來講的話 確實比特幣他其實...他的交易量是一直在收的 尤其他的價格也沒有非常突出的表現 反而是一些山寨幣在亂飛 那...通常...這種情況啊 很多山寨幣在亂飛的情況 都...大家真的要小心啊 不要一直衝啊 不要想說...哇...好像真的漲起來了 是不是要漲回6萬了 這個...呃...我要提醒啊 就是說...在5萬2以上啊 我們講比特幣的價格 OK...5萬2以上啊...這個... 中間的這塊有非常多的冤魂 5萬2到6萬9 很多的...這個...散戶跟韭菜買...買在上面 那如果今天你是主力方啊 你都已經把價格寫到這麼高 然後讓一堆人就是... 呃...卡... 吊住啊...吊在上面 你會這麼容易的把它往上... 把這個價格啊... 那麼容易衝到可能5萬2、5萬6 讓之前的這些冤魂下車嗎 其實是...呃...我是主力的話 我應該不會這麼做啊 而且...呃...再加上很多外力的原因呢 加上美國像加息嘛 以往我們區塊鏈可能... 跟美股是沒有什麼掛鉤的啊 但是...現在的話是... 息息相關啊 因為...我們也知道說... 呃...像... 呃... 比特幣不是有出一個... 比特幣的這個ETF啊 所以說現在其實... 美股是...已經跟... 我覺得跟這個虛擬貨幣是有點... 息息相關了 如果說之後美股再跌 我覺得比特幣也跌的話 其他小幣是不大會漲到哪裡去的 所以... 這邊的話我個人... 我是選擇保守... OK...我現在的這個策略... 那我已經把我很大部分的幣啊 其實有賣一半了 就是說我想預留一些U... 子彈在身上... 對... 但是未來的走勢也很不一定 所以我是留一半啦 如果真的噴上去了對不對 那至少... 你還有留一半 那只是現在的各方面的這個資訊 我...我跟這個我朋友分析下來 我們覺得說...會... 不會這麼快的拉上去 他應該會再...呃...往下走 還沒有走完 走出這個熊市啊 所以這一次的這個... 我們只能這樣做回彈啊 他不算是一個...回調 那...對... 那這邊可以看一下 我朋友他好像都是用菲波納契啊 然後再來有一個指標滿重要的 就是這個指標啊 就是...呃... 比特幣他的這個... 目前站區塊鏈的這種市值啊 那我們看到他的市值是一直在下降的 那以往啊... 很多時候他在下降的過程當中 在歷年的紀錄都是有走一個...跌啊 白幣都在跌的一個趨勢啊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參考的一個指標 那另外還有一個就是說 通常呢...在熊市的這個... 期間啊... 旁邊呢...通常都是會走一個... 急掌緩跌啊 就是說...他會一根... 突然衝上去... 慢慢的跌下來 那當然牛市是相反啊 為什麼他要這樣子做 因為他就是要... 這個阻力啊... 也給這個... 散戶一個假象 那...保算要漲啦... 然後讓你上車 再慢慢... 慢慢把你抖下車啊... 都是這樣子的 他會讓你足夠時間上... 上... 呃... 他不會讓你有足夠時間上車 但是一定讓你有足夠時間下車啊 他要讓... 這些散戶呢... 任賠殺除 因為其實這資金持久這麼大 賺錢的人就... 只有這些人 有人賺就一定有人賠 那所以這個阻力呢 絕對不會讓自己... 賠錢嘛 對不對 那他們... 通常都是用這樣的方式 所以要注意就是說... 如果熊市來啦... 他們都是這個急掌... 突然漲一根 然後慢慢跌 再突然漲一根 慢慢跌 所以呢... 我們各個各方面分析下來 然後和我這個朋友 他這個... 細心的這個指導我 所以我... 目前的決策就是... 偏保守 就是熊市... 應該是這麼講... 熊市還能走出去 對... 這次的這個回調啊... 只是... 只是一個... 假象... OK... 那...當然你自己有自己的策略 你覺得說... 之後還是會往上噴的話... 那當然你也可以持有 因為其實... 整個區塊鏈呢... 中... 如果時間拉長的話呢... 我相信他一定是會往上的... 那我們現在的這個預測只是在今年... 就是... 短...中短期的... 好的... 那麼這邊的話還有另外一個事情... 就是我... 我們自己有開個Line群啊... 那這個Line群叫... 學叔叔... 說晚安啊... 就是給你一個親民一點的感覺... 嗯... 那... 我的朋友呢... 會在這個群組裡面呢... 也會跟大家... 我分享一下... 或是有問題也可以問他... 在合約方面呢... 或者是現在的趨勢啊... 他應該也會這個熱心的幫你做個... 拉線啊... 對不對... 給你一些參考的意見... 當然我一些最快的資訊呢... 我也都會放在這個群組裡面... 那麼我會把邀請連結放在... 影片的下方... 如果有興趣的朋友... 也可以點進來... 我們互動... 非常的... 歡迎... 那麼另外呢... 頂峰交易所有出... 不錯的一個活動... 如果你是... 想要來個白嫖的... 也是不錯的... 他是半價賣這個... 現在很夯的這個AppCoin... 這個幣就不用太多介紹了吧... 他這個幣已經非常的火啦... 那他是用半價買... 所以基本上也是買到賺到... 那... 你是要有這個... 一定的交易量... 你才能夠去參與他的這個... 籤啊... 然後才能夠去抽... 他是在頂峰交易所啊... 我可以把這個連結放在下面... 那麼今天的分享呢... 大概就到這裡了... 如果有任何問題... 都可以在影片下方... 描述啦... 跟我做聯繫... 我會盡快的回覆你... 如果說你覺得這個影片... 有幫助讓你... 也希望你幫我點個讚... 幫我做個分享... 或是訂閱... 這個都是對我最大的支持... OK... 非常謝謝大家... 忘記一下... 可以把把 realizar交易, 還可以找到東西... 在這裡...